你伸心 伸心 伸心 你哪裡啊 你哪裡啊 你怎樣啊 伸心 伸心 你現在有沒有參加學唱歌 或者跟老師學唱歌 我都有跟Cleo老師聯繫 亦都有跟之前我的聲樂老師 Candy老師聯繫 因為我很快要考大學一些面試 然後有些音樂的面試 都要唱Opera或者流行歌 所以我都有跟他們聯繫 那平時自己會不會有辦法 去幫自己開聲 或者令到自己的聲音 一上台就可以出道理 其實我剛剛是很臨時 被人喊上台 完全沒有準備過的感覺 但是幸好我在那個時間之前 稍微點了一下 這是我的開聲方法 我會唱一兩次 我自己要唱一首歌 然後跳一兩次熱一熱身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原本不是唱Opera 不是唱流行歌 現在轉了這種方法 覺得再唱Opera難不難呢 我覺得不是很大難度 畢竟Opera我真的學了很多年 所以再轉Opera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些熟能生巧的感覺 當然我覺得會有些退步了 因為太久沒有唱的話 但是如果再很快再收拾 我覺得都可以做到的 會不會有時候 在學校遇到屍體師妹 會叫你教她唱歌 沒有 沒有 她們全都是Winnie姐姐 可不可以有簽名 可不可以拍照 所以都是沒有的 但是我有一個師妹 她也有問過我 是跟誰學唱歌 然後她也想跟她學 然後我又介紹了我的老師給她 有沒有想過一天 自己會教別人唱歌 我也有想過 但是我覺得自己能力未夠 還有經驗還可以再做多些 可以有足夠的能力去教大家